说到霍光 知道更多的可能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霍聚病 其实霍光啊 他是汉武帝之后的一个权臣 前面呢 说过 他在府政期间 汉昭帝死 刘鹤被废 那谁做皇帝 霍光为什么又会选择刘病以做皇帝呢 在当时汉武帝还是有儿子在世的 比如说广陵王刘旭 而汉武帝的孙子呢 那就更多了 按照道理来说 皇位的继承啊 要么子称父业 要么兄中弟吉 按辈分 汉昭帝是刘病以的书祖 怎么也没有侄孙继承书祖之位的呀 就一个道理 他为了把职朝政 霍光丽刘鹤就已经吃了一次亏 所以呢 他不愿意再去选择诸侯王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势力 而年龄太小呢 又容易夭折 年龄差不多 又没有势力的 刘病以刚刚好 因为窝骨之祸 已经让魏太子啊 他们的一党呢 全军覆没了 在朝廷里面可以说是毫无根基 这时候 当时太普叫做杜延连 因为他儿子呢 跟刘病以关系不错 就建议立刘病以为帝 那还有一个人 叫做炳吉 哎 没错 就是当年一直偷偷照顾 小刘病以的那个炳吉 他也跟霍光说 我听老百姓议论 那些当官的宗室啊 没什么好名声 就是原来武帝遗诏供养的那个叫刘病以的曾孙 好像还不错 我以前见他的手还很小 现在差不多十八九岁 而且呢 他啥也不是 您可以考虑 嗯 有道理 这样的人呢 翻不起浪花 就这么定了 刘病以就这样被霍光拥立为帝 改名刘巡 史称汉轩帝 刘病以登基不久 霍光啊 就上书 说陛下 我这些年呢 很操劳 现在呢 我把大权呢 再还给你 刘巡他多聪明啊 还别 我啥也不懂 朝廷就靠您了 您可别这样 原来您怎么干 还怎么干 我不行再给你增加风赏 行不 霍光先想 哎 这小子还是有点识相啊 那行 我就勉为其难吧 刘巡知道啊 他自己呢 就是个傀儡 大臣呢 都是霍光的人 你凭啥主政啊 对吧 傀儡就得要有傀儡的觉悟 可是傀儡呢 还真不容易 霍光啊 有个小女儿 叫做霍成军 当时呢 还没出嫁 霍光眼神一扫 大臣们呢 就懂了 说陛下 霍大将军老虎功高 你得娶霍大将军的女儿立为皇后 以示恩宠啊 汉宣帝一听 那可不行 我有遭康之期 而且感情很好 让他女儿做皇后 那我还有半点空间吗 那怎么办呢 他就说 我以前呢 有一口剑丢失在了明剑 虽说我现在做了皇帝 剑也不是什么明剑 但是呢 他却陪伴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顾剑秦深不忍抛弃啊 朱军 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此话一出 大臣们懂了 那些不站在霍光一边的大臣赶紧就上前 陛下秦深一重 对一口宝剑尚切不舍 那您赶紧得立糟糠之期为后 这才是人均之典范呢 就这样 许平均就被立为了皇后 那霍家能甘心吗 肯定不会啊 所以没过两年 皇后许平均再次怀孕 可是呢 在产前呢 身体不舒服 给皇后看病的女医生呢 叫做纯云衍 她曾经啊 找霍光的老婆霍显 给自己家人呢 调动工作 霍显一个机会来了 哎 你要调动工作吗 没问题 但是呢 你得啊 在皇后熬药的时候呢 给她加点东西 行不行啊 春莹也知道啊 人家跟你说这些话 那你就只剩下两条路可走 要么被灭口 要么你就得同意 所以呢 可怜的许平均啊 喝了药之后是痛苦而死啊 刘药看到爱妻惨死 伤心欲绝 必须要查 可是呢 调查的名单一出来 霍光就跟她说了 陛下 生死有命 我看呢 您就别查了 这个时候的刘药什么都明白了 她想起了和许平均恩爱的往事啊 她想报仇 可是呢 时机又不成熟 那只能忍 霍光又接着说 皇帝 您可不能没有皇后啊 要不然 你霍尘军做皇后怎么样啊 刘药点头啊 他心想 平均一死 谁做皇后都无所谓了 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那汉宣帝就这么放弃了吗 当然没有 在公元前六十八年的时候 一代权臣霍光死了 这个时候的汉宣帝是常常出了一口气 但是呢 还远远不到高兴的时候 霍家的子弟呀 已经掌管了朝廷所有重要的部门 那汉宣帝又是怎么样才能够铲除霍家的势力 重挡朝政的呢 关注班长 我们下期再说